这是你今年必看的霸权极动漫 不仅经费炸裂剧情也相当炸裂 自杀小队便是漫画风 小丑女又被埋了炸弹来劳改 这次的赶死任务地点竟然是一事件 此时的小情侣 还沉迷于享受他们的死亡狂潮 警察怎能抵挡过他们的火箭炮 区区飙车绑架和爆炸 只不过都是他们累累恶行的第一仗 把千金散尽又何妨 他们只想过得更加有趣更疯狂 就像那道貌黯然的天眼局 不也还是会使用活生生的人命来做实验 打开那禁忌的异界之门 这个世界处处都充满着各种不公 不管日子究竟过程怎样 一想起新世界的无限可能 还是会令人期待万分 优雅的钢琴声中迎来的 是战斗与爆炸的艺术 他们的枪声和疯狂将会改变世界 但小丑女突然狠狠拉了下刹车 在完成他们改变世界的雄伟目标前 先逛个酒吧休息一下也不错 他让小丑先别跟进来 只有等待恋人过来前的小酌几杯 才是最好喝的 两人在分别前又是一番打情骂俏 但其实他率先进来的真实原因 是察觉到了这里都是便衣条子 双方很快便毫不留情地打了起来 此时天眼局那边的传送门大开 异世界计划即将迎来成功 而小丑女两人则在酒吧内外 同时遭遇了袭击 情急之下 小丑只来得及撞出一个大洞驱车逃逸 而小丑女则从中悄悄脱身 她本还想着要与亲爱的会合 但却又被武士刀盯上 她正是想来将小丑女逮捕入狱 面对她手中的锋利刀刃 小丑女意识不敌 但仍在时刻找准机会试图反击 既然没有趁手的工具 那她就要就地取材 比如就下一段水管就是干 与武士刀开启了第二轮近身战 只可惜她虽然嘴上从来不输对手 但实力还是差了一截 最后还是惨遭逮捕 不过一听小丑成功逃脱 她总算是放下心来 与此同时 命运的齿轮也正式开始了转动 一戒之门终于被成功打开 这时的小丑女还并不知道 她之后将会与搭令分隔两个世界 半年后的天眼局 领导人阿曼达亲自前来召集 几个被关押的超人类反派 打算用他们的自由为交换 组建自杀小队完成任务 她首先来找的就是小丑女 女孩在牢里蹲得还挺自在 吃披萨看动画玩得不易乐乎 可惜从今天开始 她就即将迎来劳动改造 小丑女一看要被断网带走明显不满 但也懒得抵抗 可既然看守所大叔 非想在最后招惹她一下 那她肯定也不介意来一发 段子绝孙脚 不过口嗨和殴打看守的代价很严重 她立刻就被电击枪马倒在地 可怜她的小丑玩偶还没拿走呢 而小丑女当然不会是最后一个 阿曼达已经打定主意 要组成个自杀小队进军役事件 不疯狂又如何改变世界 等到小丑女再次睁眼 梦中的神秘感觉悄然退去 不声不响的她就穿越了 而面前赫然是几个 同样穿着囚服的劳反 此事本来还以为她是个娇娇小姐 可惜她哈利奎因是个妥妥的风女人 对面的泥脸自诩绅士 但油腻的发言令她的颜值都减分了一半 她盛情邀请两人 再仔细看看她的脸 然而面前这两位 注定不会是她的影仪 对小丑女来说 只有小丑才能算她的菜 背下了面子的男人难免有些气门 在她旁边坐着的 则是和平使者麻袋男 她表示自己之所以遮住脸 是因为这会导致任务出问题 眼下他们的崇高任务 就是维护和平 这次把几个罪犯都给逗笑 世界和平终于还是轮到疯子来维护了 但一个长官接着走了进来 他们几个还真就是被派来执行任务 阿曼达的脸浮现在屏幕中 面前这个长官名叫亚当 将率领他们进行可以减刑的任务 小队五人要对特定地区进行调查 并建立维持据点 这话说的多少有点抽象 还是不知道他们具体要干嘛 而且他们本就是穷凶极恶的罪犯 凭什么非要听话劳改 不过这次的自杀小队 仍然是脖子里被埋了炸弹 由天眼局决定是否引爆 所以他们不干也得干 眼看死射还是满脸不乐意 但阿曼达早已把他们拿捏 毕竟他还有一个女儿在外不是吗 死射一听这话更加愤怒 天眼局还真是无耻 可这下也不得不听话 性命和重要之物都被握在手心 就算是恶人也没傻到要去硬碰硬 现在他们只能听从指令 飞机马上就会降落到任务地点 但凡想要反抗的 都别忘了脖子里的炸弹 亚当说着就要给他们解开束缚 那小丑女不得皮一下 他现在要是紧紧把亚当抱住他会怎么办 敢不敢把两人一起炸飞 当然他也就是说说 才不会去抱小丑以外的人 这时的你脸突然意识到 刚才阿曼达说是五人 那么第五人又在哪里 亚当还没来得及解释 飞机却突然想起了警报 现在也来不及再多说 不知何时 前方的驾驶员竟全都遭到袭击 飞机正在直直向下坠落 这回降临异世界不再需要大卡车 而是华丽的飞机坠毁 此时异世界的人类军队 正在和魔物们战斗 飞机正好在附近迫降坠毁 至少他们几个都没事 但上司亚当则没那么幸运 看起来已经没了声息 小丑女轻巧地解开了手铐 眼前的陌生环境令他一阵兴起 不过这随便的一脚下去 可是差点尸骨无存 谁知道这地方还是个浮空岛 现实中怎么会有陆地悬在空中 但还好你连使出能力 一拳打破了另一扇门 至少这边他们能脚踏实地地走出去 小丑女对此大为惊奇 原来她竟是个超人类 之前也只有她身上装了奇怪的戒举 几人鱼怪而出 奇幻绚丽的天空上 飞过去了一条水晶巨龙 令人不禁怀疑 这是不是穿越到了纸黄王片场 怎么看怎么不像现实世界 你脸作为演员 也本能觉得这是哪家剧组的外景 但这好像也太逼真的些 小丑女立刻想去询问和平使者 毕竟她当当好像很懂的样子 可她却只会重复和平是崇高的任务 要问具体内容却一句也答不出来 一帮猪头人将他们团团围住 虽然嘴里一直吵吵嚷嚷 但两边完全就没法沟通 你脸倒是十分冷静 到现在还想着问他们制片人在哪 却被一长毛来的一下溅了血 这熟悉的心田气息 当场便令小丑女兴奋起来 这半年的牢狱时间 差点让她忘了自己以前的疯狂模样 这里看起来就像个真正的原始环境 兴奉战斗中的弱肉强食 她可是最爱这种简单好懂的肉搏戏码 随着她的战斗宣言 身后的最后一名小队成员鲨鱼王 闻着胃就跑了出来 凭她的智商可没有什么弯弯绕 干就完事 小丑女也狂笑着加入了战斗 这样肆意妄为的环境 才更适合她哈利奎英 而那个和平使者 也是个暴力和平机器 打起架来绝不手软 你脸跟着使出超能力 她的演员本质确实干得超烂 但可是拥有能任意变形的泥塑躯体 死射也冷静地在背后放冷枪 大人时代变了 既然她有远程狙击能力 当然就想要擒贼先擒王 那领头的猪头第一看就特别明显 死射已然进行瞄准 只可惜前面总会有碍事地挡着 但这拦不住死亡射手 他可是枪法百发百中的职业杀手 只需纵身一跃换个狙击位置 就成功把领头的毙掉 剩下的小兵顿时如潮水般散去 其他几人都一脸无趣 只有鲨鱼王还玩得不易乐乎 看来他就是那个小队第五人 这十一世界人也找上了他们 一看这莫名其妙的飞机残骸 还有只正把猪头人往嘴里塞的鲨鱼王 他人都傻了 第一反应就是立马拔出剑来准备对敌 但却被死射秒速弹开 他们也不想见人就打 这帮人看起来还可以沟通 可惜他们和异世界实在有语言隔离 对方不但没听明白还用起了魔法 你脸一下就又觉得自己懂了 习惯于各种电影离谱剧情的他 很快就能够适应新设定 非常乐意能出演这刺激的异世界剧本 其他人都觉得莫名其妙 但这充满巨龙半授人魔法的地方 以及时代错乱的弓箭战争 很明显已不再是他们所熟知的歌坛事件 而是来到了兴起时髦的异世界 小队中最现冲的死射 忍不住开始嘲讽和平使者 这什么破地方 亏他还一直口口声声说什么重刀任务 两人的矛盾一触即发 幼儿园鲨鱼王追着异世界蝴蝶悄悄路过 你脸本还在执着于肢体语言沟通 但两秒半之后就锒铛入狱 换个世界继续坐牢是吧 说好的异世界快乐冒险在哪里 同伴们只会内讧 脖子上的炸弹也不知何去何从 谁来谁不破防 此时在遥远的地方 听说王国一方招入了新的异世界人 武士刀赫然是属于这另一阵营 看来自杀小队们 也并不是第一批到此的访客 自从战争开始 王国就是一片名不聊生 只有女王的宫殿与车脸还豪华无比 一听说打了个小胜仗 贵族奸臣们立刻只顾着拍马屁 唯有公主和亲自打仗的团长满脸忧心 他们还惦记着民众的处境 这两边肯定是说不到一块去 最后还是女王停止了这无谓的嘴炮纷争 这点小小战果在他眼里 根本都算不得胜利 他们王国 理应将帝国那群无理之徒悉数剿灭 贵族们见状又想跟着剑锋使舵 但团长已经不再理会他们 而是向女王请示 该怎样处置自杀小队 确实是他们的出现 主王国军取得了胜利 但他们一看就不像这个世界的原居民 并不清楚底细 所以现在还是关到了牢里 公主明显对他们非常感兴趣 谁知女王却表示无需理会 这一刀切的做法 就连团长都没有想到 在他看来 至少可以利用一下小队所持的武器 可女王却开始给他上压力 拯救王国的英雄 怎能依靠一介人的力量 话都说到这里 那团长也没有办法 只能听从女王的命令退下 公主还想继续禁言 劝母亲再多关注一下自杀小队 可女王却十分坚定说一不二 这样的女王谁也说服不了 最后公主也只能作罢 但她是真心想要尽快解决战争 奢华的王室生活于底下民众的苦难 就仿佛两个世界 公主只能通过不吃不喝 来让自己更能体会到民众的感受 她特意将团长叫了过来 拜托她再去接触一下自杀小队 视角回到小丑女这边 她曾经是个心理医生 奈何疯狂爱上了作为患者的小丑 并协助其逃亡 从此就成了一对罪犯眷履 看守和世人对她多有嘲讽 可只要是为了爱 她根本都不在乎 而且凭嘴炮谁能打得过她 这帮只会没品嘲笑他人的看守 不也没能当上伪光正的警察 虽然她的牙尖嘴利 也没少让她吃苦头 但小丑总会来救她脱离苦海 然而这次却不一样了 她可是被关在了异世界的大牢 周围早就没了她亲爱的小布丁 只有一帮丑陋的亚人 和同样悲惨的御友们 几人开始讨论现在的情况 他们明明为那场战争带来了胜利 按照常规套路 小队难道不该成为英雄 被奉为王国的勇者成为做上宾 但不知为何 现在却被关在了牢里 亏你脸还那么期待 异世界的奇幻冒险 这换地方坐牢的剧本 可不是她想要的 而她并不是坐以待毙之人 只要她不满意的剧本 那就一定要亲手改写 此事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看来这人出演的电影之所以不叫做 肯定也是因为她太任性 根本不听导演指挥自己乱演 你脸刚想反驳 却突然被和平使者打断 她终于说了些更有价值的话 除了她以外的众人 都没有在意时间 距离他们的直升机坠毁 已经过去了12小时 而阿曼达曾经说过 他们脖子上的炸弹可是定时的 所以必须得在72小时内返回直升机旁 接受一下原世界的信号 大家都对她大为改观 一开始还以为 她只是效忠阿曼达的狗 只会重复一些假大控口号 原来也能正常想识 帮着一起考虑解决炸弹 但其实是谁能让她搞和平 她就跟谁 你脸一听事太紧急 更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 别忘了她可是天生逃狱圣体 哪有栅栏能够挡住 液体化的超能力 她已经开始得意的妄想 自己肯定能作为主角 推动故事发展 但一听她口中的常规套路 主角含泪抛下战友 在他们的牺牲中成长 那剩下几人能乐意才有鬼 即使不立即他们也要损人 立马叫唤着要狱卒 把这嚣张的你脸抓活 和平使者更是把她 绞在了铁栏杆前 不许她擅自破坏和平任务 这一世界的狱卒还真是牛逼 居然还有可以封印超能力的手铐 这东西一带上 你脸也只能彻底熄火 反正她想一个人跑没门 现在正好到了吃饭时间 几人都被暂时放出 坐到了监狱食堂 但这一世界的郡子堂 看起来真是一口就能糖版版 死射本来还盼着你脸回心转意 这次能带着他们一起走 可谁让他们刚才坑队友 现在你脸被靠住封印了能力 已经一个都跑不了 雄壮的兽人过来让他们滚开 他们现在坐的位置 本来是这兽人的专作 她很讨厌上面沾染弱小人类的臭味 但别忘了小队和他们有语言隔离 只能全靠猜 在死射眼里 监狱的规矩就是比谁拳头大 但你脸却还惦记着她那肢体语言 尽管都已经失败了一次 还是要不死心地再试试看 她还挺后悔没把鲨鱼王一起拖来 同为亚人应该还能更方便进行对话 可惜她刚才早就吃饱了猪肉 现在睡得正香 你脸满脸堆笑着站起身 满心想着她身为电影主角 一定能和这亚人达成和解 她很自信身为演员的基本功 绝对能通过气氛 盲猜中对方的台词 可惜对方的诉求始终只有一个 那就是让他们滚开 压根就没有和她多说一句的意思 属于是一番你说动我说戏 把人家惹得越来越生气 如众人所料 到最后不还是要比谁的拳头硬 被关在监狱的又能有什么好东西 还是得大胆一场才是王道 没想到这些嚣张的食人魔 也有一天会被揍得这么惨 但小队几人是闹爽了 却忘记了这一世界还有魔法 狱卒掏出了两根魔法大棒棒 一下就把几人织得服服帖帖 全被扔到了承戒室里 鲨鱼王也是无望之灾 还得和同伴们一起受罚 他们果然还是不太适应 这一世界的各种设定 对面有魔法那要怎么打 不过指引他们前路的NPC总算登场 这老李就正关着一个天眼局士兵 属于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总算找到了个能正常沟通的人类 更何况他还很熟悉内情 一看他们的特征 瑞克立刻就认出了几人的身份 亏他们小队彼此都没做过自我介绍 连狱友们到底是谁都不知道 瑞克已经被关在这里许久 一听他们是刚被传送来的 立马就猜到是阿曼达派来的援兵 看来他还是铁了心想要实行计划 在他口中众人总算得知 被送来异世界这时 他们自杀小队果然并不是首批 几个月前瑞克率领的部队才是第一批 你脸一听兴奋不已 他们终于实锤了穿越异世界 但天眼局之所以要来这边 本意当然是为了占领更多资源 为效忠的国家提供利益 结果很明显他们完败 就连领头都被关入了大牢 不得已之下只能派出新人来帮忙 而且还是特意挑选出了 他们这帮罪犯自杀赶死队 可惜这第二批员的领头亚当 一开始就已经暴毙 他们脖子上的炸弹 也只剩下不到三天的时间 几人现在急需重置计时器 本来瑞克对此也并不知情 但想想上次阿曼达的性格 会设置定时炸弹好像也很合理 现在更麻烦的 还是他们必须先一起逃狱 瑞克身上早就什么都没了 而自杀小队的情况同样很悲催 连装备带直升机全都被压扁 他们最后能指望的 也就只有去传送门那边接收信号 现在他们必须合作逃离 但小丑女当然看天眼局的家伙很不顺眼 要不是他们这番折腾 几人也不会有生命危险 但是双方现在利害关系一致 如果没人带路 小队也肯定走不到传送门必死无疑 还不等他们争出个结果 鲨鱼王已经又闻着胃醒了过来 他一闻到血腥胃肚子就会饿 几人都差点以为自己要被吃 还好瑞克及时喊出了他的本名 儿童心里学满分 又哄着他外面有饭 鲨鱼王只要打开牢门 他们就能一起出去吃饭 结果他还真就转身开始破门 这回再让小队逃出来 他们可不会再吃一次魔杖的亏 小丑女还试着抢过来自己用了一次 只能说效果拔群 瑞克本来还以为 他们是要悄悄越狱 但这帮罪犯想看的可是血流成河 你脸成功找到了魔法钥匙解开束缚 既然他们也能使用魔具 那当然也能把所有监狱的锁都打开 他得意地发出了独立宣言 从此刻起 他们这帮狱有权都自由了 和平使者更是鼓励所有犯人们站起来 唯有斗争才能带来最终的和平 虽然也有更多狱卒闻生感来 想要步骑重施 再用魔杖把他们压制 但这回的小队可是准备充分 先桌子就跑 身后还跟着无数犯人们一起 自杀小队一个个都在前面华丽开路 而之前与他们打起来的那个食人魔 也开始和他们联手对敌 现在这个监狱城堡 赫然已经是他们犯人的囊中之物 这就是自杀小队 来到异世界的第一场歌坛狂欢派对 此时的团长还正在过来的路上 自杀小队既然拥有足以颠覆战局的力量 那怎么能够加以忽视 之前在内阁会议上 公主和团长就都对他们抱有期待 毕竟现在正是战时 当然应该物尽其用 即使违抗女王的命令 公主也希望团长能再努力一下 无论是什么方法 只要能尽快解决战争都该一事 可是等团长到达监狱 这里赫然已经大变样 都快成了罪犯们的自治领域 语言不通又怎样 他们现在全都成了一群好哥们 一看到团长的马车 小丑女还以为是王国那边派来的援兵 但亏他们还有心思在这哈哈乐 瑞克忍不住大声吐槽 他们是不是完全忘记了 脖子上还有炸弹的设定 看到这改造成歌坛风味的监狱 团长忍不住大受震撼 但小队们可不知他是想来谈判 只当是过来增援的敌人 团长是真的猛逼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犯人们怎么就都跑了出来 把监狱搞得一团糟 然而这该死的语言隔离 还是让双方完全没法沟通 你脸突然回想起 好像就是这人把他们抓了进来 小丑女恍然大悟 这满脸甚虚的团长他也记得 见他还在拼命喊着什么 死射也学着你脸开始乱猜 这射出一脸的压力过大 说不定就是在怕秃头 虽然团长也不懂他们在笑什么 但那光滑的头顶已经说明了一切 他驱使着魔剑就向小丑女斩去 但半途却被鲨鱼王一口吞下 团长继续念咒将剑召回 结果一下就把鲨鱼王开膛破了 还好他拥有超强自愈能力 并不是个好主意 别忘了几人最终的目标 是要前往传送门 而且因为炸弹的原因 时间更紧迫的可是小队这边 几人本来还在犹豫 但瑞克一开口谈判 竟是对方的语言 他们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这人还是个翻译官 总算是不用再尴尬地乱笔话 瑞克好歹也能算是穿越的前辈 早就在牢里提前学会了一点语言 可这沟通是沟通上了 但他却忘了这牢里的半寿人 满嘴都是什么乌言晦语 而被教坏的他也是一只口吐芬芳 团长这边简直越听越气 但一想到公主的嘱托 他最后还是深吸口气放下了武器 至少他知道了这些人想表达的本意 只是想和女王陛下见面谈谈 但求求瑞克还是别说话了 这语言不经的胡言乱语 简直比听不懂还要来气 结果就是他们都被套着头 带来了女王的宫殿 几人本来还在叫骂 但一见眼前这华丽的场景 也只能哑口无言 他们又一次有了识感 原来现在真的是来到了一世界 但反正这华丽也和他们没关系 几人到现在也不过是些阶下囚 望着满脸烦躁的鲨鱼王 王国中人难免觉得恐慌 而女王随之驾铃 公主则默默跟在身后 一看到可爱的小丑女 她不禁露出了一点微笑 而看着小队在下面 用听不懂的话窃窃私语 女王忍不住皱起眉头 给他们施了语言互通的魔法 烦恼了两极的沟通障碍总算被解决 瑞克在和女王打招呼时 也终于不必再用那别脚的粗鼻语言 团长健壮也是松了口气 但女王仍然看他们非常不爽 瑞克也不生气 只是继续提出请求 对于敌方的帝国 他们知道更多内情 不知能否用情报来换取行动自由 原来帝国之所以越打越强 都是因为天眼局非要倒穿越的波 帝国的干部最近整个唤星 全都变成了他们歌坛世界的人员 还不等王国这边感到震惊 小丑女他们率先恍然大悟 之前想想就觉得奇怪 天眼局那边怎么可能提前派出正规军队 在第二批反而派遣自杀小队 所以瑞克率领的那波首批穿越人员 肯定也只是另一支自杀小队 而那帮手下肯定是反水跳槽 只把他独自扔在了王国监狱 那这一系列打破了平衡的破事 不就都是被他们歌坛世界害的 王国众人对几人怒目而逝 说好的和平谈判 这不明显已经更加敌对 但和平使者肯定不能放任此事发生 他主动向女王做出承诺 将由他们弥补这个疏忽 女王可以随意指定战场 他们一旦参战 定能为女王带来和平 虽然小队其他人还没答应 但女王却已经开始心动 既然是一届惹的祸 不就该让一届的人去平 于是他绑起瑞克做了人质 让小队成员们前往战场 团长还是觉得这些人不够可靠 但女王却很反感他拖拖拉拉 既然是团长把他们带来见面 那这个发展不正应该如他所愿 只有瑞克担心掉脑袋的世界完成了 他本来都被拉到了门外 结果一听小队成员全都毫无干净 又忍不住冲了回来警告 他们现在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所以想让小队干活也不是不行 但首先要给他们吃顿好的 再把装备都还回来 果然还是穿上经典衣装 才更像那个熟悉的自杀小队 不过你脸还是忍不住吐槽 这和平使者还真就怎么都不肯露脸 问就是会影响和平任务 至于鲨鱼王 穿什么好像都不太影响 他只要有那一口利尺就能战斗 小丑女重新涂抹上他的烈焰红唇 自杀小队就此正式来到战场 王国的魔法骑士团与帝国的兽人军团 开始两军对垒 而小队却还蹲在旁边的草丛 决定先观察一下战况再决定战术 虽然双方人数看上去不相上下 但这地形可是一手难攻 要没有他们加入 王国军必败无疑 死射有在军队待过的经验 最好不要飞去和对手硬碰硬 帝国那边的指挥看上去异常高明 虽然只是兽人军团 却足以媲美现代的特种部队 他们的炸弹时间 现在只剩下30个小时 已经没时间慢慢构思战术 但在对面帝国坐镇的 赫然就是大名鼎鼎的捕属者 虽然死射并不能亲眼见到指挥官是谁 但结合着操控野兽的能力 他也能猜测到对方身份 如果真是这样 那作为老熟人 他们说不定可以直接谈判解决 死射越想越觉得很自信 他和捕属者那可是好与友 于是带领着小队就开始找机会爬上城墙 但尼连总觉得他现在的能力得到了进化 说着他就溶解了一部分城墙 果然如他所料 原本在歌坛世界时 他只能改变自身的形态 但自从来到异世界 好像就有种魔法的力量寄宿到了身上 小丑女回想起他拿起魔棒的那一回 原来竟是这么回事 但这股力量看起来也并非万能 他就只能溶解掉这点城墙 大概是因为水分不够 他的能力是操纵泥土 但拿污水的砖块肯定没办法 就算是超能力也总会有相应的弱点 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平衡性 不过这点空隙 也已经足够他们闯入据点 尽管一路上总有受人守卫 但又怎会是这几人的对手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最高处 本来死射还以为 他能和捕属者迎来一次温馨的酗酒 但可惜他俩这铁哥们的关系 只是死射单方面的误解 捕属者压根就不这么觉得 以前在监狱时 他的确总因为只和老鼠亲近 被其他人嘲笑 那时候死射也确实会出言帮忙 可他嘴上辱骂那群霸凌者的时候 也相当于把捕属者跟着骂了一顿 有人听乐子有人照镜子 死射自以为是帮了人家 可实际上却早已被人记恨 他只是擅自觉得对捕属者好 但做法反而更像种变相欺凌 又用知识换蔬菜 又帮人家剃头剃胡子 就连旁边几人都感觉听不下去 这能算关系很好才有鬼 本以为是兄弟叙旧的剧本 结果却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捕属者越想越气 当场就想指挥着魔兽把他们干掉 果然不只是他们几个 捕属者的能力也在异世界得到了增强 但现在已经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干就完事了 然而他们每个人都被魔兽拖住 没一个能成功接近捕属者 小丑女让死射赶紧想想办法 都怪他惹得对方更生气 可死射满脸无辜 事情怎么就变成这样 结果就是捕属者再次加大了力度 甚至让野兽们开始狂话 刚刚一直沉默的泥脸 此时突然提起了水压问题 因为水往低处流的原理 所以水槽一般都会在建筑物的最上方 死射当即秒懂帮他射穿了水槽 这回他总算可以尽情发挥 面前的一切都被他化土成泥 而子弹接踵而至 捕属者本以为这波在劫难逃 可武士刀却突然为他挡下了这一击 团长震惊的眼神中 据点被土崩瓦解 差点没把他气晕过去 派小队来本是为了夺回这座王国要塞 但却被他们全部毁掉 那还有什么意义 可自杀小队只管杀不管埋 你就问赢没赢吧 至于修缮工作 又不关他们的事 虽然很是尴尬 但他们确实是打退了帝国军队 女王和公主都觉得希望近在眼前 此时的另外一边 武士刀也警告着捕属者 他可没有机会再次失败 男人当然是极度不甘心 下次他一定要让死射常常厉害 结果就算打了胜仗 给小队自由的承诺还是完全没兑现 他们转眼就又被关入了大牢 不知是不是因为遇到了捕属者 搞得哈利又开始梦到亲爱的小丑 而且还是清理大片老鼠那次 当然他们在这里所说的不是真老鼠 只是这些肮脏的人 只会无脑开枪敲诈勒索抓人绑票 还非要来打搅他们的罗曼蒂克 实在是没品到只能被称为过街老鼠 聊着聊着追杀的黑帮已经到场 小丑便教了他一个猎杀老鼠的办法 回忆越甜蜜现实就越冰冷 这几个大功臣 眼看着就离原地爆炸越来越近 但却也没什么办法 到最后也只有公主前来探监 你脸一看到异世界的公主 倒是立刻颇感兴趣的上前搭讪 死射恼火的一把将他扒了开 什么时候了还没个正行 他只想知道什么时候能放他们出去 可惜公主也并没有丝毫失权 只能很没说服力地表示 至少他们不会受到加害 公主又忍不住开始偷描小丑女 一片局势大吼 上次哈利就发现了他对自己很是注意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就干脆利落点 他倒是对这小公主莫名很是不爽 柔若扭捏总要看别人脸色 一看就窝囊得不行 大概就像他曾作为哈林奎泽尔的自己 这时团长来到牢前把公主接走 他忍不住回想起了儿时往事 一直以来他就是天真烂漫的性子 小时候就经常会偷跑去城里玩 和个阶级种族的孩子们相处的都很好 俯视着这片王国的疆土 可惜他终究还是被卫兵发现报告了女王 团长虽然有意包庇但也没办法 从此他就不再被允许偷偷出城 还被母亲灌输了思想 王族与那些平民的立场与职责不同 应该做的只有结束战争 这句话在小小的女孩心中扎根 可是他儿时的伙伴们 却终究没等到他结束战争的那一天 公主从回忆中回神 下一次军事会议即将开始 她坚持要参加旁听 这次召开会议 要应对的正是补熟者大军的卷土重来 王国这群酒囊饭带又傻眼了 但女王仍旧十分冷静 兵来将党水来土掩 目前的帝国大军 正在穿过森林向平原进军 虽然行军速度不快 但奈何数量有绝对优势 恐怕前哨的要塞根本无法抵挡 还不等他们继续慌 哈利倒是先没耐心地开了口 所以他们带着手加倍压上来的意义是 这一天天当阶下球的日子真是过够了 但女王有理有据 让你们夺回要塞没让你们炸了 现在怎么还好意思谈承诺 他觉得只有瑞克这个常识人还算能沟通 现在他要知道敌方的准确情报 瑞克当然可以回答 但相对的也想知道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 被无视的哈利沮丧地变成小趴才 鲨鱼王超萌地试图给他投尸安慰 不愧是自杀小队团宠 这场亡国帝国间的战争 只能说旷日持久 之前其实总是些小摩擦 但从半年前开始 精灵和兽人等种族都从亡国倒戈加入了帝国 战争规模急剧扩大 公主听着越发难过 而和平使者同样感觉不可原谅 此时的你脸一针见血 难道不就是亡国失去了民心 毕竟就连他们这些大功臣都能被下语 哈利默默接受投尸笑笑不说话 既然对方解释了原委 瑞克也说出了捕蜀者的事 应该就是他放大了操控老鼠的能力 才得以操纵了兽人们 虽然死射对此十分不屑 他是肯定不信捕蜀者能有这么大能耐 但无论如何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如何击退即将到来的大军 死射实在有点无奈 为什么那帮帝国的 到现在还没被炸弹炸飞 他们是神通广大把炸弹解除了 可这第二波自杀小队 就只能承受升级的定时炸弹 不过要是说起猎杀老鼠精 那哈利今天这个梦 岂不是专业对口 想起这个他一下便兴奋起来 就算两人现在已经分隔两个世界 但是靠谱还是得靠他的小布丁 不过众人都怀疑 他只是偷偷喝醉在发电 但听了他的详细计划之后 确实是意外的靠谱 小队很快就有了头绪 只要女王这次真能承诺放他们自由 他们一定能再闯前线给王国一个胜利 虽然现在还是稍微有点缺人手 王国这边也不肯轻易出动军队来牺牲 就算有公主敬言也还是毫无进展 而一看他那窝囊的小模样 哈利就感觉特来气 其实人数根本就不成问题 他们的好御友们 身上可是都有着一枪邪火等着发泄 几天不见很是想念 这次语言终于能互通的哈利 更是飞快地和食人魔们打成了一片 转眼都成了能共啃一口肉干的关系 作为原心理医生 他想要拿捏各位的心理那真是轻轻松松 到哪里都能混得很开 一番战前动员说的人热血沸腾 而你脸还在这桩迈克尔杰克逊走秀 鲨鱼王也是只顾狂炫压根不想干活 和平使者更是完全两耳不闻窗外事 带着这一帮问题青年 实在是给男妈妈瑞克搞得焦头烂额 团长莫名觉得两人有点同病相连 结果这么一聊 只能说确实是两个天生悲催的劳苦命 军人遇上这帮罪犯是真的属性不合 到了晚上总算把泥墙布置完毕 全军严阵一带 但众头戏的自杀小队却全在沉迷摸鱼 不过当然除了死射 只有他在屋顶上蹲着随时准备狙击 虽然团长还觉得有点担忧 但众人都对死射很有信心 和平使者更是随时作为失败的替补准备者 总之是万无一失 这时的尼连总算有机会 从团长口中打听一下公主的事 感觉他对着小队总是在欲言又止 在团长看来 公主当然是温柔善良心系百姓的代名词 但哈利却在背后悄悄吐槽 说是软弱逃避还差不多 可得珍惜一下这一是心理医生的专家会诊 在众人说说笑笑之时 大军总算踏着铁梯赶来 团长整装待发指挥骑士团 他本以为哈利会去指挥石人魔 谁知他根本就只想当个甩手掌柜 每当他觉得有点靠谱 这帮人就又能击碎他的认知 说躺他们就是真的躺 那团长也只好顺从他们了 到最后还是得死射自己了结他的好兄弟 捕赎者终于到达战场 他很快就发现了前方拔地而起的泥墙 还有囚犯大军出动的一样 但他却并没把这多当回事 只以为是王国乱凑人数的垂死挣扎 他将手中的法杖往地上一敲 红光便伴随着法阵瞬间扩散开来 笼罩了整个魔兽大军 黑压压一望无际的敌人 难免会让王国士兵们萌生惬意 团长也开始给他们鼓劲 问就是他们骑士团的责任尊严和荣耀 红光之下的野兽们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狂化加强 他这次就是想让死射长长厉害 不过他们全照着黑袍的目的 当然也是怕被死射一枪带走 可一瞬间红光便随着碎裂声消失殆尽 捕赎者知道死射出手了 但耸了半天却都没被爆头 他刚想办场开香槟 然而死射可是从来都弹无虚发 他瞄准的压根就不是谁的命 而是捕赎者那柄具有操控受人之力的手杖 大军怎么突然不再听话 捕赎者立刻就开始破防大骂 可直到现在他才发现 自己的力量早已被尽数剥夺 自杀小队早就发现了他的弱点 毕竟捕赎者实在是表现得太明显 所以只要把他引到前线再精准狙击 那不管有多少大军 只要不再听话也就根本不成问题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这回轮到他体验一下 被受人大军包围的感觉了 捕赎者瞬间没了尊严连连求饶 前居后宫的态度令人发笑 哈利至今为止一直卖关子的补署方法 现在终于揭晓 那就是让他们自相残杀 小丑曾在他的面前 完整地掩饰过一次这帅气的战术 不过也是要夸夸死射的枪法不错 这次才能这么顺利 这种废话一样的恭维死射倒是不稀罕 只是这次被好兄弟背叛的感觉 难免让他的心中有点不爽 众人对此实在难以评价 他好像至今为止也没从自身找过问题 清醒过来的兽人们 当然也不再有和王国对立的理由 直接就当场又投奔了回来 这场战斗就此在兵不血刃中结束 可团长却根本没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就这么结束了 但这回的小队再也不会犹豫 这次可是真说好了打完胜仗就放他们走 其他善后照例不管溜了溜了 结果就是王国那边 很快便收到了这过于顺利的捷报 他们竟能不战而去人之兵 可女王的表情不但没有高兴 反而却变得极为可怕 把公主吓了一跳